五年没见 你变了 气质女神张军令再次传越时空 不过这次不是传越古代 而是跟五年前的自己对话 首次担任白蓝是代言人的她 不论是眼神或是表情 都充满十足的戏 拍视的时候 相当会有很大的压力 就来自于不能输 其实很多时候精神压力 身体上的负荷也都很大 所以我就会觉得 要更照顾好自己 有保养品啊 喝燕窝啊 然后让自己的气色更好 这些都是一些照顾自己的方法 认真的女人最美丽 张军令也特别向五年前的自己 说声辛苦了 谢谢 谢谢五年前的自己 开始运动也开始认真食步 才能有现在的好气色 不过张军令也透露 会开始喝燕窝保养 其实是更年轻时 从妈妈身上学到的保养撇步 妈妈就会在家里 她其实也会煮燕窝给我吃 然后那时候其实觉得 吃完的时候气色会比较好 但是因为我常常出国的时候 我不可能自己煮 然后也没有那么方便的话 其实像白色燕窝 我就带着一罐 她就是我的那种 跟我的战友 就是我每次要拍戏啊 精神就是可能 怕气色不够好的时候 我如果有喝她 我就会 就会觉得好像充满自信这样子 张军令强调 外在看起来的好气色 要由内在透出来 也呼吁大家 要找到值得心爱的好朋友 就可以跟她一起当个健康 有漂亮的认真女人 记得黄连杨诗意采访报导